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浩浩湘湘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 今天我这个讲题也挺有趣的 叫做《孝子也公平》 猴子原来也是要讲公平的 副标题就是《一夥追求公义的心》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看看 一方面我们自幼被教导是什么 就是所谓不平则明 还有有时就说公道自在人心 如果我们稍为大那些 有些古老人更加喜欢说 人在做天在看 好了 但另一方面 不少叫做世故的人 如果英文我们叫做worldly wise 又会常常挂在口边的一个说话就是 世界从来都是不公平的 甚至他会说 谁说世界是公平的 好了 言下之意 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 致力去追求公平公正 其实是一种天真幼稚的做法 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甚至叫做空想主义 好了 究竟情况是怎样呢 就让我们用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 和三个游戏来探讨一下 首先问问大家 认不认到什么动物呢 你都猜到其实应该就是猴子 猴子的一种 但不是我们平时看到 最近香港人说千万不要再 喂去金山郊野公园 食尼贝水塘 喂猴子 惹出个祸 是绝对不应该的 这种猴子相信大家都比较陌生 因为 他不是在所谓阿非 在欧大陆的旧世界 而在南美洲 我们叫做新世界 有一种叫卷尾猴 为什么会提到这种猴子呢 英文叫做 Cappuccine monkeys 南美洲卷尾猴 因为原来在2002年 一位科学家叫做 Sarah Bronson 他的导师是一个很出名的 专业研究猴子和猩猩行为的科学家 研究了几十年 而且有很多很有啟发性的研究成果 叫做France the Wall 是一个荷兰的科学家 叫做德瓦尔 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用了五个南美卷尾猴 最后他的结果就是在2003年 发表在英国的权威科学雜誌上 那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左边的就是Sarah Bronson Bronson 其实就是曾经做过 就是James Bond的Piers Bronson 布士兰的那个姓 右边就是France the Wall 德瓦尔 实验其实很简单 只是让你想到这件事才好 这个Sarah 她每次都是用两个卷尾猴 放在笼里面 有隔着透明的胶片 但是有些孔孔的 她可以伸出手 两只猴子看到旁边那只在做什么 Sarah前面有两盒 的生果 一盒是青瓜 一盒是葡萄籽 甜很多 青瓜都不甜 但是原先她在笼里面 放了一盒很小的石子 要这些猴子 即是猴子 就训练她 用这些石子去交换 这些生果 切好一块块 通过了挺漫长的训练 这些猴子 用手指指的石子 你拿石子来 我就给你一个生果 猴子很聪明 学懂这些东西 小得就是用石子 透过这个 膠片 新的手指指 交个石子给Sarah 然后交换生果 最先大家 都是拿到青瓜 左边那只 右边那只 但她们也很开心 有青瓜吃 接着 于是Sarah 你可以说是玩东西 左边那只猴子 继续是石子 换青瓜 但是右边那只 如果她交一粒石子来 她就会给她一粒菩提子 她吃 菩提子好吃很多 其实这些猴子 很聪明 她当然是吃菩提子 她知道是什么 所以她 有什么反应 这是有趣 这是科学实验的目的 果然真的 你可以说是意料之内 也可以 当这一只 左边的猴子 她看到 我的石子 继续换青瓜 但旁边那只 就换菩提子 好吃这么多 她就开始 很不满 很不满 甚至 大家有石子给她 希望她也有菩提子 吃 谁知道当 Sarah给她的青瓜 那时期 她竟然将 那块青瓜 扔回 而且还在 猛地拍打 很不满 很生气 非常有趣 因为始终 石仔对她来说 没有用 青瓜 可以吃 始终 换青瓜 也是好 但她就是因为 不抵抗旁 为什么会换菩提子 所以就是 情愿不要那块青瓜 所以这个 反映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原来 动物 都有一个追求公平的心 是不是 喂 这样不公平 这样 但这个 我免得 这个 整条链 又点到视频 其实大家 我强烈建议大家 去YouTube 去看 有关的视频 是有的 很短的 但你看到 我保保你 都捧福大笑 你看到 南美卷美猴的反应 是吧 那 在这里这么说 Experiment shows How monkeys react to inequality 就是对这些不公平 他们是有反应的 就是说得俗一点 你不要当我是Lulu 才可以 是吧 我不是Lulu 结论就是说 即使动物 原来都有一处追求 或者坚持公平的心 而且是会 就是我们最先说过 不平则明 对不对 当然我忍不住 在这里我加了一句 就是蓝丝 留意 这样 这个是我自己 贪得意 大家可以不用管 接着 就介绍三个游戏 其实三个都很简单 第一个就叫做 最后通牒游戏 The Ultimatum Game 是怎样的呢 其实最后通牒 听上来很严肃 你猜打仗 打仗就最后通牒 是吧 但其实就是说两个人 是怎样分钱的一个游戏 这两个人很喜欢争 其实是不用争 是怎样呢 这里卡通说 There is an experiment called the Ultimatum Game 这个人就说 subject A 主要是指这个男子 你就是subject A You get hundred dollars 我就给你一百块美金 You must offer some split to subject B 就是旁边的女士 那位女士 你一定要把部分分给B subject B can accept or reject 他可以接受 可以不接受 如果他不接受 那就是一拍两散 大家都一个先都没有 那我就收回他一百元 这样 好了 再简单来说 这里 Ultimatum Game 今次 譬如不要用一百元 这就是四元 这里用四磅 英国的 譬如有四磅 左手边的人 就可以决定分多少 给右手边的人 如果他说 上面的图 上半的图 proposer proposer offer两磅 就是一半 将一半给另一个人 那人 九成九都会接受 一半很公道 于是他接受 大家都有两磅 所以这就是上半部 大家两磅 但是 假设 下面的下半部 就是那个人贪心 他拿了四磅 之后 他就只是 自己拿起三磅 就只是将一磅 给了另一个人 如果那个人 假设 假设 他是 不接受 觉得不公道 那 他就 大家 那个实验 就是抓到 实验者 就会收回那四磅 于是两个人 就会 一个先都没有 这里 receive zero zero pound 这个就是 这样就说完了 所谓的游戏 就这么简单 但是很有趣 这里 我们可以再 细分为 有几种情况 左手边 proposer 有三种情况 上面 就叫rational 比较理性 但是 其实所谓理性 也是 你 给右手边 如果你是给一磅 或者自己留下三磅 如果对方 其实对方也有可能接受 刚才我说他不接受 但也可能 如果接受的话 大家 每人就拿到三磅一磅 对不对 但如果他不接受 就是零零 就是最上的部分 就像树枝 但是中间 上面是rational rational rational 其实是对于proposer 而言 其实 但是如果你说 所谓fair 绝对fair 就是中间的树枝 就是 大家一人两磅 那就最fair 如果对方是接受 那就一人有两磅 但如果对方也反对 这个机会很微 大家又是零 但是下面就叫做altruistic 这个英文字 大家不知懂不懂 这个意思是利他 或者利他主义 altruistic 就是说 这个人很慷慨 他拿了四磅 但是他自己只是拿起一磅 就把三磅分给旁边的人 你说对方会不会接受 那就当然接受 于是分配就是一三 当然 如果对方这样也不接受 大家都是零零 这个 其实是说背后的基本逻辑 对不对 好了 但是 理论上 Logically subject B should be happy with any offer 是吧 因为他原本是一点钱都没有 但是现在是 无中生有这样 有钱 但是 其实不是的 他就会看下 你的分配在他心目中 公不公道 譬如这里 这位女士怎么说 Five bucks 不好意思 我又回到之前 那月一百元 刚才用了一磅 因为之前的例子 就是给一百元 这个男的 贪心得不一料 自私 他就拿了九十五元 然后就给五元 这个女士 哇 恨到他 你看他的样子 Five bucks up yours 不好意思 这里有些粗俗 粗皮的 You greedy bastard 你这个 衰人 他就不接受 情愿大家都一个先都没有 这样 说真的 这个这样的 最后通列游戏 自从被提出以来 好像六七十年代 就已经在无数的地方 无数的国家 甚至无数的种族的人之间 做过 而那个实验结果 都挺一致的 无论是男、女、老、幼、不同国籍 都好 就真的 其实那个B 所谓B 它是被动的 你分多少钱给我 我就 只能够接受还是不接受 是真的有一种很强的 就是公不公道 那个概念 如果那个比例太懸殊的话 他是情愿不要的 那么有趣 情愿不要 他本来都说是无中生有的 所以譬如以十元为例 十元就是说 五五就一定接受 不用说 六四 对方是六我自己拿四 大部分都接受的 七三 开始有些人觉得不公道 喂 怎么搞错啊 你这么贪心的 你七我三 就开始有些人 那个比例就降低了 接受的比例 如果八二 糟了 还更加是 很少人肯接受八二 而九一 差不多是没有人肯接受九一 你这样是不是 侮辱我 是吧 你是不是 真的就当我是Lulu 所以 这件事很有趣 但是当然 也有很多科学家 去探讨过 指出过 这个接受与不接受 跟金钱多少有关 就是说 如果是象征性 100元 虽然 也不是小钱 但是也不多 它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说 一万元 十万元 那又有所不同 当然 做实验 他就不会有 一万元美金 十万元美金 是吧 你问那个 拿这个研究经费 给十万元做 那些实验 是吧 但是 真的 如果你是去 也可以做一些 类似假想 是吧 就是 我不是真的给你十万元 假设 如果有十万元 你怎样分发 都可以 是吧 人很多时候也很实际 说实际 一方面 他有追求公平的心 但是一方面 他在这个 比较大的利益面前 他有时 追求公平的心 是可以调整的 就是 比如说十万元 是吧 就算你拿了九万 一万元我都要一万元美金 也会多了人接受这个分配 但是这里 下面我都说 很有趣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说 越穷的人 就是越慷慨 就是 也有一些同等的道理 就是类似的道理 大家知道 有钱佬 你说捐钱 捐一百几十万 好闲 但是说真的 这个慈善捐款 以前 香港什么东华三院 一年一度 慈善捐款 说真的 一百万二百万 对他来说是湿湿碎 而且有多少 有钱佬真的肯捐到 一二百万呢 但是有些人 可能他真的 属于中低收入的家庭 或者一个人来说 他的收入不多 但是他随时可以捐一千元出去 赠灾 但是一千元对他来说 相对于他的身家 肯定的比例是 远远大过一二百万 对于那个超级富豪 对吧 所以很多人都指出这个现象 就是说真的 有时你会看到 越穷的人 反而是越慷慨的 所以跟刚才这个 最后通牒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银码 小的时候 人坚持公平的心 就会强些 但当银码大了 就会削弱了 所以这个 最后通牒游戏 就反映到 我们这里 就是所谓 左边就是个大脑 就是说我们的理智 右边就是个心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 是想点 就是所谓追求公义的心 在这个情况下 往往是真的 我们的情感 你可以说 就会是掩盖过我们的所谓理性 是吧 那这个 这种 我们叫做行为经济学的一种研究 叫做behavioral economics 是颠覆了传统经济学面有关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当然这个学名 在人类学里面 其实就真的不存在 不过那些人是挖苦的 挖苦就是 就是主流经济学里面 假设人 永远都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 就是你的benefit 就是去maximize它 或者它要叫做效益 叫做utility maximizing animal 人就是经济动物 我们经常都说经济动物 他们就叫做homo economicus 但其实某程度上 它是颠覆了这种立论 就是基本假设 是不是 接着下来 第二个游戏 就叫做dictator game 更简单 其实比起ultimitum game 更简单 ultimitum game 就是 甲或者A 就可以决定怎么分发 B就有权接受或者不接受 但是dictator game 其实根本 B可以存在与不存在都没所谓 他也要把B放在里面 就是说完全有 A都说了 总之我给你100元 或者我给你10磅 你什么都好 你现在就决定 是怎么分呢 怎么分都好 你都可以 剩余那些可以拿走 譬如你分50元 就给阿月 这时候你就自己拿50元走 但是如果你说 我只是分10元给阿月 那你就拿90元走 是吧 就是这么简单 原来所谓dictator dictator的意思就是 我说了事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理论上 B是没有说事权的 不会因为他不接受 拉倒大家 一个先都没有一拍两散 那这个所谓独裁者 是不是会每次 你100元我就拿了100元 你10磅我就拿了10磅 但是就奇怪了 这个更加有趣 就是很多时候 很多人参加这个实验 他不会这么做 他不会说拿了100元 拿了10磅 他怎么都会分些少给另外一个 某一程度上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根本对他来说 是没有必要的 这个也牵涉到 他的所谓sense of fairness 对公平的心 但是可能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会 就是关心到他在这个实验 主持实验的人的眼中 是一个什么的人 你想想如果我给你100元 然后叫你分多少给阿月都可以 你一个先都不分给阿月 你可以拿完100元走 但是说真的 你在人家的眼中 就是主持实验的人 哇 你这个人这么自私 原来 这个人以后看到他 我都散后转 不要再跟他有任何交往 原来人很明显是会关心 人对自己怎么看的 但是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些 对自己怎么看 这个就是公平 这是说自私 绝对自私 还是怎么样 所以都是跟这个 所谓追求公平的心 是有关的 有关的 有趣的 其实这个Dictator Game 也是做过无数次的 这些实验 但是有几个总结 他说Dictators Around 30% 这个真的都挺诧异的 of their endowment on average 他不是说 就是10元自己拿90元 而他通常 原来拉运来计 这个独裁者 他是会将百分之三十的 他拿到的钱 是分给这个月的 虽然这个月是完全没有 话事权的 他拿百分之七十而已 是不是都挺诧异的 第二他说Demographics matter 就是说原来 不同的人 是有不同的表现的 他说 这个 各位男士反省一下 他说 女性通常 的百分比是多些 虽然这个拉运 男女加上拉运 就百分之三十 但是很可能 其实女性是百分之三十多 男性是百分之二十多 是不是 女性就是简单来说 是慷慨一些 是不是 就是叫做有福同享 另外 这个又是 学生 你知道这些 心理学的实验 最多做 当然在大学里 找那些学生来做 通常少少钱 你们参加我这个实验 有少少钱 但是原来学生 通常是比得最少 是不是 通常是比多少 是百分之十五 听上来都很 令人沮丧 原来年轻人 就是最不慷慨的 但是这个 为什么 你慢慢想想 但是总之 这个就是实验结果 对不对 但是当然 他也说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matter 就是如果 你改变实验的一些设定 都会影响结果 例如 你那个 银马大那时候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就是人的贪念 就是真的 如果你给10元 我 我代7元 你代3元 但是如果你给10万元 我 不是吧 我需不需要给3万元 好吧 我不断给1万元 你 或者给5千元 你也好 都不错了 你也有5千元 或者1万元 我就拿走了9万 那是很差的 银马的大小 是会影响实验的结果 好了 第三个游戏 就叫public goods game public goods 其实就是在经济学里面的 述语 一个概念就是公共财 有时叫公共物品 就是一些不是属于任何人的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群体是有利的 无论是基础建设 整个给人一个例子 就是在经济学里面就是灯塔 灯塔其实是对所有航行的船 都是有利的 但是就不会有一个人愿意拿钱出来 去建灯塔 对自己有利的利益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做 就是这样的意思 通常这叫public goods 但是不一定的 说真的 空气、阳光、树林、自然景色 这些都叫public goods 好了 这个public goods 主要是分开四个阶段 最左手边叫step one 譬如有四个人 这次是用这个欧罗来做 每人有这个 什么币制都有 譬如每人最先有给你20欧罗 四个人每个人 现在就叫你自己决定 就放多少钱 就放到那个pool 那里 这样 其实每人放多少钱 是暗地里的 是没有人知道的 你可以决定 放完也行 这里 sorry 我这些字也看得太小 我看旁边的屏幕 应该是50欧罗 每人有50欧罗 step three 就是原来你放了下去之后 你这个pool 就当是一个猪仔钱银 大家放在猪仔钱银 那实验者 experimental 他就会把它double 好了 既然每人放25欧罗 那总共有100欧罗 在猪仔钱银 那我就把它乘2 就变成200 那200之后呢 就是第四部分 step four 然后就将它昆分 给这四个人 那200 坤分呢 就是每人可以拿到50 好了 但是他原先有50 但是就是contribute 就是他拿了25出来 50减25就剩25 好了 他本来剩25 但是现在因为猪仔钱银 那里倍增了 再随四都有50 所以他现在是50 加25 他有75 是吧 最先step one 那时候他只有50欧罗 但是经过了这样的 如果他放入猪仔钱银 配增 然后摊分呢 他现在有75 那他的财富是否增加了 当然有好处 但是关键就是 究竟你每人自己选择 暗地里放多少钱 到猪仔钱银 呢 当然这里我要提提 下面这一行也说 设定就是成大的倍数 一定要低于参与人数 因为如果不是又会有影响的 这里来说就是四个人 他就是乘二 所以你最多能够乘三 或者是三点多 就不要乘四 或者大过四 因为乘四大过四 就完全影响了结果 假设他那个multiplier 我们叫做 小过那个总人数 这样 于是 但也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你是暗地里 没有人知道你放多少钱 到猪仔钱银 那些人就这样想 嗯 其实我不放也行 当然我放得越少 那我的损失 就是最先的损失就是越少 但是到头来 如果别人放多一点 然后再诚意 然后再摊分 我就有好处 是吧 所以就有一个 所谓的誘惑 有一个temptation 就是我放少一点 甚至不放 大家可能都听过那个笑话 有一帮人都很喜欢喝酒 每个月都约上一天 大家自己带自己的酒去喝 谁知道突然有一次 有个人就说 不如我们下次 每人带些酒来 找一个大缸 就把酒全部倒下去 大家一起在那里 不离喝 是不是更开心 那些人说好啊 谁知道下个月 每个人带酒去 倒落缸 然后不离喝 其中一个人一喝 咦 为什么那些酒味都没有 是清水来的 但是因为他带那壶是清水 所以他不敢出声 他还在那里说好酒好酒 而所有其他人都大叫好酒 大家都估到 原来每个人都带一壶清水去 想着 这么多壶酒 混合我一壶清水 没所谓 我便可以不出酒有酒喝 谁知道 因为个个人都这样想 那些人都在那里喝清水 还要在那里作妆 假扮 就说好酒好酒 那这个就是很著名的一个例子 这个笑话 那其实这个情况 就像那个笑话那样 我可以不扒也行 不扒也行 其实我们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搭便车的人 其实我们就叫做 这个就是 左边的那些叫做 cooperators cooperators就是说 我是真的有contribution 我是真的拿出来 那五十的欧罗 就算我不是拿一半 也可能拿三分一 四分一出来 那叫做cooperators 那就是有contribution 的 但是呢 去到public goods那里 成大了 成大了有benefit 就是向上 是吧 但是呢 右上角那里 那些就叫做freeriders 那这个freeriders的问题 当然呢 就是在人类行为的研究 是很出名的 其实很多人呢 分分钟小学 已经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呢 就是以前就是中学 就是叫做project based 就是专题研习 是吧 有很多学习 那在专题研习的过程里面 当然有个小组 可能是三个四个 五个人 甚至六个人 就算五个就算了 譬如有四个很努力的 第五个就说 你整个project 需要五个人这么多 你们四个人这么努力 我什么都不做 但是到头来 得到的分数 就是我们的班主任 或者老师 我们都是 譬如这个project就是B的 我们个个人都拿B的 是吧 那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做 就拿B 对不对 那这些我们叫做 答便车 叫做freeriders 所以在人类行为里面 是怎么处理这些freeriders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那在这个public goods game 就很突显了这个问题 你一个线都不拿出来 放在猪仔拳前盔 但是最后你自己也有好处 好了 所以关于人类是怎么能够 可以达到一个协作 令到大家的利益都会 就是倍增 增加 那这个呢 其实有一本书是很出名的 就是Robert Axelrod 这个 如果没有记住 好像是哈佛的一个 其实是政治哲学的一个教授 他写了一本书 就是1984年的 多久 40年前 叫做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就是协作的演化 他用了很著名的 叫做Prisoners Dilemma 就是叫做 囚犯两难推论 但是他不是用一次过的 而是重复地 就是 人们要去决定怎么做的 叫做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但是现在呢 其实我们再进一步 就由一个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去到一个 我们叫做Iterated Public Goods Game With Punishment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刚才那个所谓公共财游戏 我们不是玩一次 我们是玩完又玩 玩完又玩 就是重复地玩 还不得意 在玩这个过程 刚才我们说 你是暗地里 决定放多少钱 在猪仔泉间 这次不是了 是公开的 透明的人 人人都看到你放多少钱 你不放 人人都看到 但是 如果 就是说 大火仪 所谓大火仪 就是主要大部分人 都决定有一个人 是 搭便车的人 是吧 就是不公道 他们可以决定 做一些事情 来去罚这个人 Punishment With Punishment 所以这个叫做Iterated Public Goods Game With Punishment 是很有意思的 过去几十年 也是很多科学家做过无数次的实验 这样的结果是怎样呢 真的带来很深刻的启示 就是说 第一 人固然有他自私的一面 但是也有他追求公平的倾向 第二 就是刚才最后的那个游戏 人 特别是作为一个集体 原来他们是会坚持去惩罚一些破坏 这种公平的人 对于这些人 他们是很憎恨的 还有一个就是 即使这种惩罚 是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 就是刚才那个 With Punishment 那个 我没那么多时间 就讲到细节 大家可以上网去再找个细节 就是说 原来有这样的惩罚方案下 你的惩罚都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 自己都不会 就是会少了钱的 但是他们仍然都会坚持这件事 他情愿自己的利益受损 他都要惩罚这些破坏公平的人 所以你说人的心 其实就有这种倾向了 所以我们回到就是说 谁说世界是公平的 是吧 就是那些很小故的人这么说 应该这么说 其实公平呢 从来都不在物的层面 而是在心的层面 是吧 是吧 有人天生灰 恐武有力 是吧 但是也有人天生 神弱 手无搏鸡之力 是吧 这样 但是这就不表示前者 可以任意去欺负后者 在我们人类的世界 这些是基本的 一个我们所谓的道德行为的守则 是吧 当然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叮当 里面的叛虎和大虹 是吧 你觉得这当然是不对的行为 同理 人也有如至美丑之别 是吧 但是聪明的人 不会因此去欺骗愚敦的人 而美貌的人也不会因此看不起那些貌丑的人 这样才叫做公平的嘛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人 动物原来都有的 人是更加有的 就是一夥追求公平的心 好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下一集再见 拜拜